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创业失败 就像病痛一样 来得快 去得慢 很多人在创业路上 也许就是一下子就垮台了 辛辛苦苦很多年的成绩 瞬间化为乌有 但想要闲于翻身 却不是那么容易 非一朝一夕之功 就可以做到 有的人一旦失败了 往往需要用十年磨一剑的功夫 才能够重新让自己崛起 有的人事业失败了 从此一蹶不振 不知何去何从 有的人希望尽快崛起 导致瞎折腾 结果越来越糟糕 有的人努力了一阵子 就败下阵来 认为这辈子不会再成功了 当你负债累累时 想要闲于翻身 需要学会以下这四个吻 要坚持稳中求胜 那些急于求成的人 往往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重新创业真的是如履薄冰 比第一次创业更难 需要每一步都不要出错 搞定自己的情绪 很多人负债累累的时候 心情也跌入到谷底 感觉是一个人 掉进了万丈深渊 喊天天不应 喊地地不应 就是你的亲戚朋友 都不会真正帮你 如果你去借钱 估计借不到 别人都担心你还不起了 这辈子算是没有出息了 越是穷困 越是烦躁 那么就会陷入一种 思想上的恶性循环 我的朋友安都 曾经是一名迪士司机 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出租公司 有几十台车 后来因为市场竞争压力很大 导致连续亏损了两年 就变成了负债累累的人 那时候他真的很暴躁 常常浑浑噩噩 倒在街头都可以睡觉 还有要债的人 隔三差五来找他 逼着他尽快还钱 他没有办法 东躲西藏 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安都去了外地生活 从此隐姓埋名 情绪稳定下来 从工地打工开始 后来成为包工头 慢慢赚了一些钱 把欠下的债务都归还了 如果他一直烦躁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失败是痛苦的 负债是有压力的 这是一个人的人生低谷 也是一段奇妙的心路历程 熬过了这一段 心力就会大增 往后余生 遇到别的事 就会从容不破了 但是有句话说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大部分人都熬不过明天晚上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 熬过去了 你就赢了 再痛苦的伤 都会在时间内愈合 再难过去的坎 最终都会过去 因此 想要鲜鱼翻身 一定要稳定情绪 不要抱怨人生 学会思考 寻找人生的出口 心情稳住了 才会进一步去做点什么 才有改变的机会 稳定自己的步伐 做事有始有终 一步一个脚印 才能够稳中求进 人生需要的 就是踏踏实实 负债累累的人 更是如此 清楚明白的 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知道什么是 对自己有用的 什么事情 都不能够太过于着急 什么事情 都需要一步一步地 去实现 因为成功这条道路上 没有捷径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管理好自己的行为 慢慢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步错 步步皆错 有的人很心急 看到有钱赚的机遇 就再一次 投入全部的精力 义无反顾的样子 很坚定 但是步伐太快 很容易乱了阵脚 要知道 负债累累的时候 是一个人力量 最薄弱的时候 错一步 都是很危险的 因此 稳定自己的步伐 尤为重要 你就像挑山沟一样 每一步都是扎实的 慢慢往上走 左边肩膀累了 换右边的肩膀 继续扛着压力 也许 你走的时候 也会战战兢兢 那么就停一下 输一口气 再出发 你还要学习果树 春天发芽 夏天生长 秋天收获 不能争抢时间 有些果子 硬是要提前成熟 那么味道 是很糟糕的 失去了自身价值 俗话说 欲速则不大 你想要走得快 先要学会忙一点 要多角度思考问题 别错过了每一个环节 因为人生的成功 是环环相扣的 你漏了一个环节 那么后来的路 越走越难 稳定自己的目标 负债累累的时候 想要东山再起 很多人就是看到 什么赚钱 就马上开始 看到另一种方式 更赚钱 就重新选择自己的目标 再次开始 类似于 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的猴子 最后换来换去 得到了越来越少 失败的时候 帮助你的人少 嘲讽你的人多 但是别人的冷嘲热讽 你不要太在意 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你 而是想要消遣你 把你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当年 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之后 没有留在大城市工作 而是回到了 这个生我养我的 无限城市 自主创业 那个时候 人们纷纷议论 你看他上个大学 有什么用 还不是回来打工 我们家的谁 在外面打工几年 都攒钱盖房子了 碰巧当时自己 创业艰辛 失败收场 那些人的笑声 就更大了 自己没有赚到钱 反而负债累累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不停地折腾 终于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最终的成功 也让他们闭上了嘴 一个人要学会折腾 但千万不要瞎折腾 人生能有几回波 起起落落的次数太多 你自己也会受不了 人生可以在小范围起伏波动 但不能大起大落 因此 你要有一种 要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 通过认真思考 锁定目标 然后就孜孜不倦追求 即使路上遇到了困难 也不能退缩 目标是既定的 哪怕迂回前进都行 当然 不能好个误远 把目标定得太高 而是实现一个目标 再定下一个目标 让自己有成就感 有一路上的惊喜 稳定自己的习惯 一个人越自律 也就会越优秀 自律可以让人明白 自己人生目的 知道自己当如何去争取 而没有自律性的人 就会懒惰 更不会有自己的 明确的目标和方法 自律可以让人头脑清醒 思路敏捷 获得自己的成功 自律就是自我管理 自我要求 在商品经济这个时代 各种诱惑多多 做人没有自律 就会被物欲所迷惑 盲目与人攀比 如此心情就会浮躁 一事无常 自律的人 看起来都是做了一些 日常小事 但是日积月累 就做好了人生的大事 万丈高楼平地起 都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 因此 好的习惯 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 把一件小事做好了 一辈子都做了 也会是伟大的 比方说每天看书 活到老学到老 等你年纪大了 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 赚钱是要积累 是年年有余 才变富裕 很多人负债累累的时候 以为创大业的人不拘小节 其实是错误的 也许一个小漏洞 就击败了你 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每天给自己一个信念 早睡早起 就是赚钱很少的事情 也一丝不苟做好 让别人看到你的闪光点 这样的人容易遇到贵人 每天都坚持学习和创业 有关的知识 以后就会减少对别人的依赖 也就能够成为 某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总结 人生的运气就像潮水 有涨有落 在走霉运的时候 干什么都不顺 但是霉运终究都会过去 好运一定会来 万事万物 剩即必衰 衰即必胜 这是自然规律 无论什么情况 发生在自己身上 都要相信 这是最好的安排 倒霉的时候 不要自怨自意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 走运的时候 也不要摇摇得意 这也可能只是你运气好而已 当你负债累累时 会有很多人看不起你 甚至有些你认为最亲的人 都会远离你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走认清走好 总而言之 负债累累的人 一定要坚持稳中求胜 不能心乱如麻 更不能脚步亮相 思维要清楚 方向要明确 行动要坑枪有力 稳住了 凡事有备而来 顺势而起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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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